大众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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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各位线上共同学习佛法的灵友们 大家奥弥陀佛 佛陀释迦摩尼佛 降生人间 在他49年的红法过程 甚至往前推 在他一生 80年的岁月里面 从世间到出世间 从自我的修炼乃至到 帮助其他众生能够觉悟 那么这一生的过程 那么这一生的过程呢 在经典里面呢 很详细的都记录了佛陀呢 教导我们 从这个世间超越生死的过程 佛陀在他的这一生视线里面呢 也曾经困惑过 困惑什么呢 困惑啊 人生是否就如同呢 学校里面所教的这样子 是否如同社会 告诉我们的这样子 因为当他知道真相以后啊 发现现实所遇到的 跟真实知道的事情啊 似乎有点不一样 在现实之中 他的父亲呢 禁饭王 为了框住他 不要让他呢 生起出家的心 所以呢 用最好的生活 最好的物质呢 来让他过得非常舒适 但是呢 当他真实地看到 人生呢 有生老病死 而且发现说呢 他所认知的 这一切世间法呢 完全帮不上他 能够解脱生死 所以在最后 遇到这个沙门呢 他问这个沙门说呢 你是什么人呢 怎么穿的衣服 跟我们不一样呢 那么这个沙门跟他说啊 我是一个呢 要求解脱的人 所以呢 我所穿的呢 叫做袈裟 那借由呢 修行呢 解脱生死的这种痛苦 循环的痛苦 所以当时 希达多太子啊 看到这个真实的方法 于是呢 他毅然而然的呢 抛弃了 世间一切的 中华富贵 乃至呢 我们所认为的 他的这个叫做 人生胜利组啊 还有好的 漂亮的太太 乖巧的儿子 以及等他呢 要继承的这个国家 那么这样一个人生胜利组呢 他最后放弃了 原因就是 他想要追求真实 而不要呢 虚假 所以佛陈成道以后 从他这个世间 到初世间 成道以后啊 他告诉我们弟子的方法呢 都是最真实 所谓呢 佛陈是 真于者 实于者 不狂于者 不义于者 佛陈说话 都说真实的话 他不会骗我们 那么 说不骗我们呢 是我们认知 还说是大德 这样子来说呢 各位 我们看经典 看经典啊 你真的去明白以后 你发现了 佛陀说的 都是真实语 佛陈骗我们要做什么呢 他是一个修行人 他不要名 不要利 骗我们做什么呢 所以呢 从经典里啊 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 逐字逐句的来看 一部经 两部经 慢慢读 你会发现啊 佛陀讲述了 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家 哲学家 没有办法理解的层次 所以为什么 我们现在啊 要不断的学习佛法 因为我们现在觉得 人生啊 不真实 人生呢 很苦 每个人一生之中啊 经历过了很多的人事 或者说天灾 等等 你就发现说啊 这个世间 没有一个能够 永远依护的 甚至呢 是我们的国家 甚至这个地球 你就发现了 原来这世间一切啊 都是这么的短暂 缥缈 那么这个世间 总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吧 有 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呢 在学习佛法的目的啊 就是希望呢 跟佛陀一样 从世间 超越到出世间 从自我修行 到帮助他的修行 所以要达到这个目的呢 我们自我的提升啊 显得呢 最为重要了 如果自己啊 没有提升 我们要去帮助人啊 说真的很困难 就像呢 自身不会游泳 那看到有人溺水了 甘着急 虽然呢 我们现在可以打电话 叫人 请这个119来救 但是呢 万一啊 来不及 活活的看着一个人 就被浪啊 给冲走了 如果本身具有能力 看到人受苦的时候啊 我们能够帮助他 那么似乎 这是一个呢 符合我们内心 慈悲心的一种 具体行为 所以 当要帮助人之前 提升自我的智慧 提升呢 佛法的 这个修养啊 这是非常的耽误自己的哦 所以 每次呢 我们用佛陀的 故事 佛典里面的故事啊 来当做一个借境 重新的呢 来啊 体会 不一样的人生 我相信呢 这是 佛陀在经典里啊 留下这些故事呢 给我们后代的弟子 来做参考的一个目的吧 好 那么今天呢 就开始 进入今天的课程 第一个 故事呢 是婆罗门夫妇 吞金钱为粮 身坏人取 为福 吉得道基 过去呢 有一个婆罗门啊 夫妇 那么这两个人呢 很可惜啊 没有孩子 但是呢 却非常的有钱 那么可想而知了 这两个夫妇呢 虽然在生的时候啊 生活的非常的舒服 但是呢 这个梅西下无子啊 也没有去任养 所以呢 等到灵命中的时候啊 他们就在苦恼了 这么多的钱怎么办呢 那么他们突然 这个所谓的 突发奇想的想说呢 那么既然钱啊 送给人家 也是白送 那不然呢 我们刚刚把这个钱啊 吞了吧 吞了钱呢 把钱带到下辈子 有这种奇特的想法 这两个夫妇啊 就忍痛啊 就把这个金币啊 就把吞下去了 哇 可想而知 吞的当下呢 很痛苦 但是呢 当心里啊 有这样一个偏差的想法 希望呢 把钱带到下辈子的时候啊 再痛苦 也把他吞下去了 但是呢 这个国家呢 有一个风俗 这个人如果死的话呢 不买起来 放在这个树下 也就让他自然的回归 回归到这个大自然腐败 那这两个夫妇啊 既然是年老了嘛 所以他们虽然很努力的吞啊 结果呢 只吞了50枚的金币而已 吞不下去了 毕竟年纪大了嘛 而且又临命中时 那个吞咽啊 有点困难啊 所以只吞了50枚金币啊 就死了 那死了以后呢 国家呢 就把钱财啊 充公 因为找不到他的亲人 那么钱财呢 充公 房子充公 车子也充公 一切啊 充为国有 那么就把他这个尸体呢 就把他放在这个树下 让他自然 回归大自然 但是呢 当身体啊 慢慢的腐烂以后啊 色身美了 但是呢 他的这个金币啊 就从这个肚子 胃带里面呢 滚了出来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国家里面啊 有一位学佛的弟子啊 刚好路过 那么看到这个夫妻两的 这个遗体呢 这个日晒雨淋以后啊 都已经啊 腐烂的差不多了 但是就看到他们 夫妻两的胃这个地方呢 都有各50枚的金币 那么这位佛弟子呢 之前就听过 这两位菩萨的状况了 所以觉得他们两位啊 很可惜 一辈子呢 有这么多的钱财呢 那没有去想说啊 要去帮助人 或者供养三宝 或者是啊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那么只为了呢 希望将钱带到下辈子啊 在礼命中的时候 还痛苦的把钱吞下去 但是真的带走了吗 没有 万般带不去 唯有夜随身啊 所以最后呢 身体腐烂了 这个金钱啊 还在这个肚子里 所以这位佛弟子呢 觉得这两个夫妻两 很可怜 很可怜 觉得他们呢 这个非常的浅滩 有钱不做 不做这个公益的事啊 太可惜了 于是呢 他们就想 怎么帮助这两个 已经过世的人呢 于是啊 就小心的呢 从他的这个遗体 腐烂的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 各五十枚的金币啊 挑出来 总共啊 一百枚的金币 然后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啊 就把它啊 拿去供养 道场 供佛 供生 并且呢 因为这个 他们的事情啊 大家都知道 那就拿着这个供品啊 在佛陀 以及呢 比丘生面前啊 念出来 是吧 有这个夫妻两 某某人 某某人 那么他们呢 两位呢 以他们的这个名义呢 来供养三宝 那本来呢 这个夫妻两 因为生前呢 这种潜贪的个性 各位注意哦 他们没有害人哦 他们一辈子不害人 他们也是正常的工作 也是啊 这个获得他该得的这个钱 但是呢 当他的这个习气 好注意 各位要注意这点 习气 强烈的时候 那种牵他的习气强烈 于是死后呢 就跺恶鬼道 所以这两个夫妻啊 死后跺恶鬼道的时候呢 都在恶鬼道 承受啊 饥饿的痛苦 那么他跟地狱道不同在哪里呢 地狱道啊 不是只有不止饥饿这件事情 还有种种啊 流血流泪断命的这种痛苦 所以地狱道比较痛苦哦 那么这两位夫妇俩啊 都恶鬼道呢 很痛苦 藉由这个佛弟子呢 帮他们把这个100枚金币捡起来 供养三宝以后呢 以他们的名义供养三宝以后啊 那么这两个夫妇呢 跺恶鬼道的啊 就当天就升到天上了 那么当他们升到天上之后呢 他们就会这个用天眼啊 来看说 我为什么升到天上来 那么一看啊 发现说原来啊 前辈子呢 他们两个是一个 一对千贪的夫妇 但是因为呢 有这一位居士的关系啊 所以呢 让他们能够升到天上来 于是这夫妇俩呢 就从天上啊 再下来人间 并且呢 变作年轻人 变作两个年轻人呢 一起 在这个厨房里面呢 帮忙 准备这些食物啊 洗碗盘啊 等等事情 这时候呢 佛陀呢 就跟大众说了 他说在厨房里面啊 这两个年轻人呢 才是真正的栽主哦 于是呢 佛陀呢 就把这三个人 夫妇俩 以及呢 协助 帮他办斋的 这一个佛弟子啊 三个人叫到跟前啊 为他们说法 那么这夫妇俩呢 因为是到天上之后啊 这时候的智慧呢 开了 所以佛陀一说法呢 他们就明白 所以当下呢 就正得出国 那这一个 为他们呢 慈悲心 为他们办这个 佛事的 这位佛弟子呢 当下呢 听佛陀开始以后呢 也正出国 大众呢 都觉得这是一个 很圆满的一个结局 这出自于呢 《夙院果报经》 里面的一段故事 好 我们从这故事里面啊 谈到了 佛教的这种 财富观 那么财这东西呢 我们仔细去想一想啊 它只是呢 生活在世间上的一种工具 我们到其他的 道具生活的时候呢 其实财呢 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我们现在认为的钱 认为的钱呢 随着不同的时代 从最早的 大家以物易物 后来呢 用一些代表性的 如贝壳啊 乃至到后来用金 银 铜 等等的金属 来做代表 近代呢 才开始啊 有所谓的纸钞 那么这一切呢 都只是啊 人活着的时候 因为生活所需 需要各种物品的互换 我们人呢 所想出来的一种工具而已 说穿了 这个钱财呢 只是服务我们人 但是啊 这个钱财呢 同时呢 也为这个武家所共有 这武家是哪武家呢 也就是啊 无道的国王 昏庸的这个国君 或者呢 小偷 还有第三个呢 火灾 第四个啊 水灾 第五个啊 就常常遇到了 不孝的后代 为什么说 钱财为这武家所共有 各位我们从历史 或者从现在的社会新闻呢 就可以看到了 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或者是这个国家的体制 昏庸的时候啊 你有再多的钱 不管是被 磕税啊 或者被罚啊 等等的方式啊 把你的钱呢 夺走 这是一种方式 那第二个呢 小偷这个大家可想而知 有的时候啊 不止小偷 还有所谓的贼 强盗 小偷呢 有时候是你不知不觉的 被偷走 有的人迷目张胆的 从你身边抢走 火灾水灾呢 大家近期啊 在这个国际新闻都看到 这个很多国家 森林大火啊 房子就烧了 或者近代 在亚洲 好几次的大水 你的所有的财产 也就随这个大水啊 被冲走了 所以这个天灾呢 随时会 夺走我们身边的东西 最后 不孝的后代 相信呢 大家呢 多少都有耳闻 有的时候甚至呢 兄弟啊 为了这个 父母的遗产呢 兄弟吸墙 所以本来呢 钱财是服务人 到后来人啊 被钱财给奴役了 所以才有守财奴 这样子的词出现 既然钱财啊 是为这五家所共有 就可想而知 是一个啊 不确定因素的东西 常常说呢 要规划 要理财 但是你会发现啊 有时候理财呢 也理不了 里面有那个福报了 你去理财呢 还是一样 有的人呢 有那个福报啊 即使不理财 他的钱呢 一样呢 非常的丰富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 不科学的现象发生呢 照理讲应该是 有钱 能理财之后呢 就家财万贯 或者至少钱财保得住 怎么会有其他 不同的现象发生呢 各位 这就关于福报 以及呢 你怎么看待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的生命呢 你的一生的努力呢 只是为了钱财 但是你忘记了 生命的初衷 你忘了钱财呢 它是为你 以及为你的家人 甚至为你的整个社会 来服务的 你忘了这件事情 反而呢 大家呢 把钱财啊 像这个苍蝇 苍蝇呢 在追寻这个腐肉 一样 这样子的争夺啊 可想而知 到后来会如何 当忘了本心 美色 这两件事啊 在人来说呢 人最执着的事 而且也最放不下 这种执着就像什么呢 譬如刀刃有蜜 不足一餐 只美 你想看看哦 一把刀子 在刀锋的地方呢 涂上一层薄薄的蜜 这样子的东西啊 跟一块面包 或者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哪个丰富啊 可想而知 一定是啊 大餐丰富 但是奇怪的 有的小朋友啊 偏偏就想去 舔的走起来 去舔这个蜂蜜 刀锋上的蜂蜜 所以呢 小而是之 则有隔舍之患 如果孩子呢 只为了贪求 这一点点的利益 而忽略掉啊 真实的这个 正餐的利益的话 你尝到点甜头 最危险的是什么呢 割了自己舌头 所以佛陀说呢 人遇到种种的欲望的时候啊 少欲知足 人活在世间 尤其在现代啊 没有钱财也不行 人要活呢 也活不下 那么既然如此呢 你如何看待这个钱财 以及如何看待五欲 不止说钱这件事情 五欲你怎么去面对 财色名十岁 既然你的生命中啊 都必须拥有 尤其是在家居士 你必须拥有 你差不上生活 那佛陀说的 你既然无法完全戒除啊 那少欲知足 把这个所谓的危险呢 降到最低 否则呢 不小心就割了舌头 那我觉得老上呢 讲到另外一个理论呢 也很有意思哦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正面舔 这个刀锋啊 当然会割舌 但是如果你是顺着刀面来舔呢 这样子就不会割舌头了 你一样可以舔到蜂面 但是不会割到舌头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刚刚佛陀所说的 少欲知足 尤其各位居士 你必须呢 在这个时间啊 要有钱 有钱你才能够养家活口啊 你才有可能供养三宝啊 像现在 加拿大黎言三世要盖道场 这个没有办法用神通变出来啊 只需要大众的 尽财 尽知呢 聚集在一起 才有办法做的事 所以既然钱 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 流通的一种货币 一种工具 那我们如何善用它 如何善用 而不要被奴役了 所以呢 你顺着这个刀面啊 这样子来舔 你应该可以舔到 尝到蜂蜜的这个甜美 但是不割舌头 所以呢 面对五欲啊 各位 你要有智慧去应用它 你只要有智慧来运用 你就不为所害 反而呢 能够啊 善用 所以这个故事呢 值得我们大家 反思 尤其佛陀的这一段经文呢 更值得我们呢 在这个世间 集集集盈盈追求 名利的人呢 反思了一段话 好 下一个故事是 婆罗门生美女 佛言不好 好的故事 佛陀在世的时候呢 有一位婆罗门啊 生了两个女儿 那么这两个女儿呢 长得都非常漂亮 不是只有自家说漂亮 大家都说啊 这两个姐妹啊 长得太漂亮了 那么这个婆罗门呢 也很得意 于是呢 她就跟大家公告 悬赏 90天以内 三个月 只要有人能够说出 我这两个女儿呢 哪个地方很丑 那我这个钱啊 这个奖金就送给你 哇 这个活动一公布呢 大家都跑来看 就一看啊 真的大家都讲不出话来 哇 这个所谓的 每个角度看啊 这两个姐妹 实在是太漂亮了 讲不出缺点 所以呢 每个来看的人啊 最后呢 都只有啊 这个 看了以后啊 就是看呆了 完全讲不出 这两个姐妹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个婆罗门呢 非常的得意 三个月之后 她觉得非常得意 这个我生了两个啊 两个女儿 绝世美女啊 于是她就带着她呢 带着这两个女儿呢 到佛陀的地方来 就问佛陀 去谈啊 你觉得这两个女儿 长怎么样 就佛陀居然说呢 这两个女儿呢 很丑 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就说婆罗门呢 傻眼了 全程的人都说 我女儿漂亮 那么怎么你这个和尚 居然说 我的女儿丑呢 甚至啊 阿难尊者 因为那阿难尊者 还没证过嘛 阿难尊者呢 在旁边也讲了 就跟佛陀说啊 诶 世尊啊 这两个女孩子 还蛮漂亮的啊 可是你怎么说 这两个女孩子 长得很丑呢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啊 这时候呢 佛陀就说了 以我的 佛眼的角度来看啊 人的眼睛呢 不乱看 不乱看 这才是好 所以眼耳 鼻口 都是如此 我们脸上的 五官啊 都是如此 不要乱听 不要乱闻 代表什么呢 你的心啊 很定 除此以外呢 身不着细滑 视为好 你身体呢 你不会啊 执着这些细软的触感 这才好 什么意思呢 代表我们的心啊 不会被外在给影响 接着呢 伸手不到他才 视为好手 很多说 哇 这个美女的手啊 牵牵玉手 很美 但佛陀说 不是 手不要乱 偷人家东西 不要顺手牵羊 这才是好的手 所以能够做到啊 像刚刚所说的 眼耳鼻舌身啊 都这么的能够 把持得住 那么这才就是好 那什么是不好呢 眼视色 耳听音 鼻袖香 身洗细滑 手洗到他才 当你一切 你的六根啊 都是向外在追求 都向外在追求 的时候啊 那么这时候你的心呢 心内无足了 那么这时候 你所做一切啊 只是为了追求啊 别人的追捧 如果是这样子 那就不好了 这出自于呢 杂皮玉精呢 里面的一段的对话 好 我们走在故事里呢 我们想一想啊 古德说啊 渐渐鸡皮鹤发 看看行不隆忠 假饶金玉满堂 难免衰残老病 古德讲到啊 世间的无常 你看哦 我们一个出生的年轻人啊 皮肤很紧绷 气色非常好 慢慢的呢 到青壮年的时候啊 我们的皱纹 慢慢出现了 等到中老年的时候啊 老人般就出现了 即使呢 现在医学进步 打玻尿酸啊 做很多的拉皮等等啊 人家一看就知道说 这个是已经上年纪了 所以人呢 生老病死 很自然的常态 所以呢 渐渐鸡皮鹤发 头发呢 本来黑的 慢慢变白了 本来呢 伸手矫健 年纪越长啊 走路呢 慢慢变得啊 不顺畅 即使你拥有 再多的钱财 谁能够免除掉 生老病死呢 所以呢 外貌 是最容易失去 但是呢 也是我们人啊 最在乎的 在乎是什么意思啊 执着 我们人最容易执着 所以难怪呢 金刚经呢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要破下 虽然众生都知道 但是呢 就是放不下 所以佛陀呢 叫我们去关了 告诉我们呢 不要执着这个 外在的假象 反而什么呢 你要追求是 内心的真实 同时呢 在经典里面说呢 辱爱我心 我脸辱色 以示因缘 金百千节 常在 缠辅 我们想看看 在这个世间里 情欲 情欲 它表现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外向上 这个人间的人类啊 或者说万物 在繁衍呢 它一定呢 是从外向的执着开始 所以当我们去了解啊 到底什么是真实 你会发现呢 一般人呢 先从外表开始 彼此看上眼呢 渐渐的呢 就会啊 所谓的谈感情啊 那么谈感情之后呢 结婚生子 人类 以及万物啊 就是这样子 每一代这样传承下来 这是一个生命的 一个流程 不过 当我们明白佛法之后 就知道 这个流程啊 只是一个音讯 什么音讯呢 既无奈 摆脱不了的一个循环 那我们现在学习佛法 就是知道说 这个循环呢 并不彻底 不究竟 反而呢 是让我们 卷入一个 无穷尽的漩涡 所以我们要学习说 如何超越 那么任言经说的 我们为什么会 堕入这样子的一个 既有表象 而产生的一个执着呢 就是从 辱爱我心 我怜辱色 就从外表 从彼此恋爱的 这种心态 开始产生 所以 百千节 从着相 着感情 百千节以来呢 我们都在 这个 千禅里面 挣脱不了 所以呢 当看透 情欲的外壳 为什么说它是外壳呢 当它的真实 你把那壳剥掉 你才会发现说 原来主要都在哪呢 都在我值 那么这个我值呢 让我们自己啊 陷入了深层的漩涡 你当把这个壳拿掉了 明白看清楚了 你就知道 原来我们执着的是一个什么 虚假的事物 如果它是真实 不变 那还好 但你会发现 既然叫虚假 那么就是无偿变迁 既然无偿变迁 何必执着呢 当然 就像古德说的 你没有办法跟 浮游 谈四季 浮游啊 招生莫死 你跟他谈四季啊 讲得太远了 他也听不懂 没有办法理解 同样的 当我们要明白 佛法的真实意啊 讲到这么的 血淋淋 这么真实啊 一般人听不下去 因为一般人呢 就想醉生梦死 但各位 我们现在是佛的弟子 虽然各位在家居室呢 一样有家庭 有事业 当你具备这样子的 政治会 那么你遇到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障碍 很多的诱惑 只要你有正知智慧 都能够啊 坦然的面对 而不被啊 所动 就像刚刚故事中的 佛陀直接阐述了 什么才是真实的好 什么是不好 佛陀不会在外表讲 佛陀只会告诉我们 真实的好是什么 因为外表的东西 会随着时间呢 有所变化 婆罗门这两个女儿 再过个五六十年 变成了老太太 那么她还有所谓的美吗 就没有了 但是什么是不变的呢 如果这两个女孩子 心存善念 修行时善 人美心更美 所以呢 心美所散发出来的 这一种气氛啊 才是永恒不变的 好 下一个故事 大曼与瓦斯子为善知识 共相劝信 好 在过去呢 多寿意 有一个婆罗门 是这个国王啊 国王的这个太史 很重要的一个官位 那么这个 在国家里面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官 那么他有一个儿子啊 因为他头上的 这个法量啊 多所以呢 结成这个法曼 所以呢大家很自然的 就叫他大曼 他那个法量非常多 那么同时呢 他的这个本身啊 也具备三十项 我们都听过 所谓的三十二大丈夫像 那么三十二大丈夫像呢 根据经典记载啊 只有两种人会有 第一种人呢 就是转轮圣王 统领整个世界的这个国王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佛陀 那佛陀呢 除了三十二相以外啊 多了一个八十随形好 就是每一相里面呢 都有特别细致的 这种庄严 所以相同都三十二相 那么佛陀呢 就比转轮圣王 扎扎实实的 多了非常多的 不同的相 这一切呢 都是因为佛陀呢 累结 持戒 修诸功德 所得的 那么这个大曼呢 也很特别 他虽然呢 不是转轮圣王 但是他已经具备三十相了 所以可想而知 他是有福德的人 那么当时呢 有一个瓦斯子 什么是瓦斯子呢 专门做讨逸品的人 他的儿子 瓦斯子 那么这个瓦斯子名字叫做 南提婆罗 那么这个南提婆罗跟大曼啊 从小 从小就是好朋友 所以彼此呢 非常友好 也彼此互相尊重 那么这个南提婆罗啊 这个瓦斯子呢 非常精进 他本身有学佛 他很精进 但又很慈悲 也很孝顺 那他的父母亲呢 从年轻的时候啊 就眼睛呢 就失眠了 所以这个瓦斯子啊 虽然呢 他做的是这种 逃逸的这个工作 但是呢 这个工作呢 本身的收入并不高 虽然如此呢 这个瓦斯子还是很精进的 这个做生意呢 同时呢 也供养他的父母 并且呢 这个瓦斯子很特别 一般的 在做这个桃艺的时候啊 都刻意的啊 去挖 去挖这个质量啊 比较高的这种土 土壤 来这个做这个桃艺 但是这个 这个瓦斯子呢 很特别啊 他不要特别去挖 为什么 特别去挖呢 会伤到很多的这个生命 于是呢 他都取啊 破墙 崩岸 有些有的人呢 古代啊 没有水泥啊 古代呢 都是土 去砌起来的墙 有的墙呢 已经破了 要当废土 把它弄掉的 那么他去捡 这样子的土 或者是啊 河岸边 有的这个河岸呢 崩掉的土 他把它捡起来 因为呢 这里面呢 原则上就没有太多的 神秘会在里面 或者 是那个老鼠啊 或者地鼠呢 爬过的 这个洞 外面呢 就很多的土 那么他就把这些呢 拿起来 藉由他自己的技术啊 再把它做成啊 黏土 然后做成淘液品 那如果要买的话呢 就会直接啊 以物啊 来义物 他不拿钱 那所以很多人 跟他买东西 都是拿东西啊 去跟他换 用换的方式 最原始的 所以呢 他一辈子呢 都不碰钱 他只有拿什么 大家换的这些食物呢 来供养父母 以及呢 自己来存活 那么那个石头啊 是 迦瑟佛时期 迦瑟佛呢 就是我们 释迦摩尼佛啊 前一尊 迦瑟佛的时候 那么迦瑟佛所住的金色啊 距离这个 多寿意呢 不远 迦瑟佛的 长随众有两万人 两万位的这个比丘师傅啊 都跟在迦瑟佛的身边 而且呢 这两万人呢 都是阿罗汉 那么这个瓦斯子呢 叫做互喜 他名字叫互喜 他有一天呢 就跟这个大曼 因为那有两个好朋友嘛 于是他就跟他说 我们去看看迦瑟佛 因为互喜 这个瓦斯子呢 是佛教徒啊 大曼呢 还没有学佛 所以互喜 想要接引他这个朋友呢 来拜见迦瑟佛 结果啊 这个大曼呢 讲话挺傲慢的 他说 干嘛见这个和尚啊 为什么 这个何必去找 这个枯头人呢 什么叫枯头人呢 它有两层含义 第一个呢 就是光头的意思 我们都知道 比丘啊 都会剔除虚法 那么这个枯 是什么意思呢 在古代啊 是一种刑法 就是古人呢 如果你有犯罪啊 就要把头发剔掉 这是一种刑法 所以他意思呢 就是有一点暗指啊 这个迦瑟佛呢 没什么修行 所以他就大曼呢 就很傲慢的 回答这个和尚说 干嘛去见他呢 他用什么样的修行啊 那么这个和尚啊 还是这个不放弃啊 一直劝他 说哎呀 佛陀能够降生来人间啊 不容易耶 我们去看看吧 去听看佛陀说法 这样子啊 两三次 结果这个大曼呢 还是一样 坚持说 我不想去看 最后呢 这个户洗啊 就用一个善巧方便说 那不然这样子啊 我们去河边啊 洗洗澡吧 天气那么热 于是大曼呢 听到这个护洗啊 转移话题 他说 这样也好啊 我们去洗澡好了 那于是呢 户洗呢 就带着大曼啊 到他们郊外的这个河流啊 去洗澡 那里啊 就更靠近 加塞佛所住的这个金色 于是呢 户洗呢 就举着手说啊 就指说 加塞佛的金色啊 不远了 我们过岸就到了 我们都已经走到这边了嘛 那我们去看看好了 就大曼还是非常坚持啊 就说 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想去看 你不要勉强我 于是说完以后啊 就要上岸了 就想要回家了 这时候护洗啊 就抓住大曼的衣服 那么大曼说 算了 你要抓呢 干脆衣服就脱了吧 就把上衣脱掉 就走 要回家了 这时候护洗啊 过来呢 就把他的头发抓住 尤其是什么 他的头发 因为大曼的头发特别茂密嘛 就把头发抓住 告诉他 好兄弟 走 我们去看佛 当时的这个民俗是这样子 如果头发被抓住 都是准备啊 进行啊 斩头的意思 可我应该有看过古书 被斩头的时候呢 这个筷子手啊 就会把这个 这个刑 犯人的头发抓着 然后头不要乱动 然后刀子砍下去 所以呢 大曼突然 他的这个头发 被他的 这个 同学呢 这个 好朋友啊 抓住的时候啊 心里吓一跳 他想啊 护洗怎么样抓住我头啊 他是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那护洗就 就开玩笑说 他说你不用担心 我不是啊 要对你有什么样子 这个 动坏念头 我只是希望你啊 跟我去看看 假设佛就好了 这时候大曼就想 算了 都已经走到这地步 从刚刚 还在家里的时候 就一直劝我 到现在 来洗个澡呢 也这样劝我 甚至啊 都做出这样的动作 让我吓一跳啊 还是要我去看佛 大概 大概这个 加设佛是什么 特别的地方吧 好 让我这个 老朋友啊 居然会 做出这样的动作 那不然去看看好了 然后 于是大曼就说 好啦 你把 手放开啦 你放开 我跟你去 我跟你去 那于是呢 这个 这个 护洗 手就放 放了以后啊 因为刚一抓呢 那个头发都散了 于是呢 大曼赶快呢 把他的头发 整理好 那把衣服穿好呢 就跟着 护洗呢 一起去见 这个加设佛 那么这两个年轻人呢 到加设佛面前的时候啊 护洗呢 就跟佛陀禀白了 他说这个大曼啊 是我从小的好朋友 非常要好的朋友 但是啊 他不相信三宝 也不认识了 因为不认识 所以他也不相信 希望呢 世尊啊 你能够跟他 开导开导 那么当时呢 这个大曼啊 看到佛的时候呢 他真的看到佛的时候啊 他吓一跳 他吓一跳 为什么呢 刚刚说了嘛 他自己本身具有三十项 一般人是没有的 一般的凡人 不会有这种 三十二项的 这种相貌出现 这种特征 那因为他自己本身 具有三十项 所以呢 他就仔细观察 经典里面 记载的这些项啊 迦瑟佛都有 都有看到 那么只有两个项呢 我看不到 他动这个念头 那么迦瑟佛当下呢 知道啊 大曼现在想什么 于是呢 他就献了第三十一项 什么呢 我们读奥密陀经就念到了 出广长舌相 于是呢 迦瑟佛啊 就生出广长舌相 多少呢 可以盖住脸 甚至呢 能够碰到头顶 还能够碰到耳朵 出广长舌相 之前我们讲过 都是因为 口叶清净 所以呢 能够出广长舌相 那佛陀献这个相之后呢 就收回他的口里 那么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马阴长相 就是佛陀放大光明 这光明呢 比太阳月亮都还亮 这光呢 照到了色界天 最后呢 这光明呢 绕佛陀七身以后啊 从顶上入 那么佛陀呢 就献这个马阴长相呢 给这个大漫看 其他人都没看到 其他人都没看到 所以呢 大漫这个当下呢 具足地看到了 迦瑟佛的三舌相 八十岁信号 他印证了 这是圣人 圣人不是只有思想上 卓越 他一定会有一些特征 于是呢 大漫童子说 哎呀 我居然真的看到了三舌相 这时候呢 那迦瑟佛呢 就为大漫童子说 菩萨断功德 就做一个菩萨呢 有所谓的断德 那什么是断德呢 法身不可行而行 口不可言而言 意不可念而念 视为菩萨善而行 我们在修行呢 有所谓的智德跟断德 那么智德呢 指的就是啊 我们的佛性 佛性呢 从最刚开始为因 乃至到最后成佛呢 这一切的智慧产生了 其实智德 也就是本具 但断德呢 是必须靠后天的修行 断德就是什么呢 断除一切啊 身口意的恶 当身口意的恶 能够断除 智德才能够显现 如果呢 这个断德不清楚 也就是无明 烦恼没有断清楚啊 智德是没有办法 完全的显现出来的 所以呢 贾舍佛啊 就开世的大曼这个童子呢 告诉他 身口意善业啊 如果造恶的 那么让这个菩萨呢 是没有办法正德 智德的 那么这个大曼当下呢 听了佛陀开示以后啊 他就在佛陀面前的忏悔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口意啊 刚刚不清净 在他的好朋友 这个瓦斯子啊 劝他的时候啊 他说了一句啊 不清净 不尊重的话 于是呢 他就在 加塞佛面前呢 忏悔 而且呢 不是一次哦 连续 忏悔三次 原来说 他不是说吗 他说 干嘛去见 加塞佛啊 他只是一个 哭头人而已 他没有修行 就这样 随便的一句话 那么加塞佛呢 看到大曼的 这样忏悔啊 接受了 所以大曼呢 跟忏悔呢 听了佛陀开示之后呢 后来就回家了 那么在路上啊 大曼就跟这个 忏悔说呢 他说啊 亲为师利 不为得利 我不喜见亲面 不喜闻亲民 他有点 开玩笑的方式 他说啊 好朋友啊 你啊 你真的是 遇到的好事啊 但是呢 你没有 你没有把握这个机会 你没有把握这个机会 所以呢 我不想看到你了 那忏悔就说 怎么了 你怎么这样说呢 大曼就说 你很早就开始学佛了 那你既然都学佛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在家啊 所以他才说 你遇到佛陀这么好的一个事情 这么好利益的事情 你怎么居然没有把握呢 所以他才说呢 你既然学佛了应该出家嘛 你怎么还在家呢 我父亲就说了 老朋友啊 我父母年老了 而且呢 两个啊 都失明了 我必须养他们两个啊 没有办法出家 如果我真的坚持出家的话 很有可能 我这两个 我父母啊 活不下去 所以是这个关系呢 所以我才不出家的 如果啊 我真的父母健在 身体健康 还有请他兄弟姐妹 能够照顾的话 我早就出家去了 结果这个大曼就说了 我刚刚啊 从家舍佛听菩萨行三恶元队 我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还是我在家的 这种方式来修行啊 我的断德成就不了 我的身口意啊 很难维持 维持这个清净 所以呢 我想要啊 跟佛出家 为什么 我知道真理了 知道真理 我怎么可能还走 走那个回头路呢 所以我想要去出家 这时候啊 这个他老朋友 这个护士说 善子爱他们 好啊 给你按一个赞 哇你怎么那么的会想呢 而且你现在想到 赶快去 赶快随佛出家 为什么呢 能够遇到佛陀啊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尤其呢 佛陀 你又跟佛陀能够 我们同一个时期啊 这个时候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这时候呢 大曼啊 听到 他的这个老朋友啊 这么的认同他 于是呢 抱着这个 护士啊 跟他感谢 最后呢 跟他合掌 跟他谢谢说啊 如果啊 我之前深口意啊 有对你啊 不恭敬的地方 希望你见谅 他指的就是啊 那时候呢 护士 劝他 去这个 建家社府的时候 好 然后大曼呢 出言 不逊的这个过程 所以他说呢 如果我深口意啊 有对你不敬的地方 希望你 原谅我 只有你呢 告诉我的 真正的 真理大道 这时候呢 大曼呢 就说了 一个祭颂 人为我善有 法有无所贪 导我以正道 是有佛所欲 人呢 就指人者 就是指你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那么我们呢 在法上面呢 除了是 在人间是好朋友以外 在法上也是好朋友 那么法有呢 不贪你什么东西 为什么 大家以法来相会嘛 所以我不贪你的名利 你也不贪我的名利 那么法有 要做什么呢 引导我走向正道 走向真理之路 这样子的好朋友啊 是佛陀所赞叹的 那么说完这句话以后啊 这个大曼呢 就绕 像绕佛一样啊 绕着他的好朋友 护习三渣以后呢 就跟他告别 所以家也不回了 直接就去找迦瑟佛 像迦瑟佛的迪理说啊 佛陀啊 请问啊 可不可以让我 出家受居足戒呢 这时候呢 佛陀慈悲呢 就度了这个大曼呢 当下成为比丘 帮他受这个居足戒 说完这故事以后啊 佛陀呢 就告诉瑟利佛了 当时的大曼童子呢 就是我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前世 那么大曼的父亲呢 就是啊 佛陀的这一生的父亲 晋犯王 那么这个护习啊 这个瓦斯子呢 频频劝我走向真理 并且呢 鼓励我出家的呢 他就是我的 做到善之士啊 那当时呢 我像护习啊 那个恶口 恶口说的那句话 加瑟佛啊 秃头沙门 有什么道恨 我就因为那句话 所以呢 我的六年修行里面呢 一马一脉 就是因为那句口过 所以呢 我的修行呢 是一种 必须用苦行的方式呢 才能把成就 这出自于呢 《新起行经》 下卷里面的一段故事 好 我们刚从这个故事里面呢 看到一句话 做到善之士 这个词 其实呢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同行善之士 什么叫同行善之士呢 意思就是指 同样修行的人 互相策发 策发什么 策发道心 难免呢 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呢 遇到事情 或者呢 当 没有进步的时候啊 产生倦怠感 这时候呢 彼此互相鼓励 发起道心 继续坚持往前走 或者呢 切磋 琢磨 彼此呢 万一有过失的时候呢 互相的告诉自己 互相告诉彼此 目的啊 不是对人 而是希望呢 我们这个好朋友啊 你不要堕落 就像刚刚故事中的 互习啊 不断的劝大慢一样 并行旗帜 如成一船 让彼此互相鼓励 互相切磋 目的在哪呢 就像啊 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在一条船上呢 同舟共计 所以 我帮你 你帮我 我们这条船呢 就能够很顺利的啊 到达彼岸 这就是同行善知识的 一个重要性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刚刚从这故事中看到 一句恶口 果报六年 当时 释迦摩尼佛 他的前世啊 因为这么一句话 各位注意哦 一句话而已哦 果报六年 各位想看看 我们今生 有没有说过恶口啊 口业有四种嘛 两舌恶口 望言其语 如果口业不清净 今天讲个望语 明天讲个恶口 后天呢 讲个两舌 大后天呢 讲个旗语 各位啊 如果我们一生之中 三不五时都在造口业 还先不要讲 异业跟深业哦 时常造口业 下辈子你想要过得 很自在吗 有可能吗 我们从这个故事啊 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口业 这个所谓的 生命的不顺利啊 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呢 所造的因 所以呢 故事 让我们 产生这个警惕 所以说呢 旷金诗人 口业名声 现代啊 大家文化水平拉高了 但是呢 口业没有比较好 甚至呢 现在鼓励啊 造口业 如果我们同一代的人呢 还可以知道说 某些人 就是某些人 自己的想法 但如果这种观念 传递给下一代 让下一代的人呢 说话呢 口莫则懒 好 这样四种口业拼命造 那可想而知 后果会如何 所以呢 要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自在 生活呢 能够顺遂啊 除了身心 的把持以外 口业啊 非常关键 因为呢 口业都是 往往是啊 我们认为 没什么关系 但是这所造成的影响呢 不容小许 好 那么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边 那么我们现在做回向 各位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